请 男嘉宾小郝 24岁来自河南 是一名学生 女嘉宾小郝 23岁来自河南 学生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老妹啊 谈了多久啊 快一年了 我俩是大学同班同学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从班级的微信群里 加了他的微信 然后我俩就聊天呗 然后没事了 约出去吃个饭 看个电影啥的 然后后来他胆小 晚上害怕 刚好那两天放假 我也没回家 他也没回家 但是他室友都回去了 然后我俩就一直聊到天亮 然后第二天约他出来吃饭 我就跟他表白了 结果就在一块 对他一直很好是不是 对 怎么了 受不了了 现在总是感觉他 反正各种理由 要跟我吵架 比如说 前两天让我给他拿快递 平常他的快递 基本上都是我去取的 头一天晚上 我把快递取回来 放在宿舍 然后结果晚上 我失眠了 一直到凌晨三四点 才睡着觉 然后第二天中午 十一点多 就给我打电话 让我下去 给他送快递 大冬天的 我还在被窝里边 暖和着 我就说下午给你送过来 不是一样样的吗 然后不乐意了 他直接就说啥 快递我不要了 你直接给丢了吧 丢垃圾桶了 我已经走到你身上楼下了 我提前十分钟给你打电话 他就三层楼 你送一下怎么了 他就不愿意起来 这快递后来怎么处理了 快递后来隔两天 然后我才给他送过去 这不就完了吗 当天下午我给他送过去之后 他也不乐意 人家不要 人家说你还是丢了吧 丢垃圾桶吧 女生是个小性子 这也不是什么事吗 这有啥吗 对啊 一次两次 谁都可以理解 刚开始谈的时候 他这样哄个几分钟 你可说几句好吗 对 肯定哄个 也不是 也不是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 他要去取快递 他就主动会问我 有没有快递要取 他就会给我送到宿舍楼下 或者阿姨那 过了两三个月 然后他又有时候帮我带快递 就让我自己去取 现在我去取了 然后他连送都不愿意送 不是 天天都给他送快递 天天送 天天送 我都成快递员了 快递员都没有我专业 那不是你自愿的吗 我又没有逼你 天天买天天送 每次还能送到宿舍楼下 他们女生宿舍 要我能进去的话 每天还得送到床边 后来不就是我去找你拿了 我去找你拿 走到你宿舍楼下 你还不乐意送了 哎呀就是快递嘛 还有别的吗 前一段时间我俩出去旅游 头一天大飞机赶火车 累了一天了到酒店 然后他就玩手机 我就在旁边跟他说话 他不搭理我 我说你吃啥呀 人家说随便 我本来玩手机 是因为给他批照片 因为我要发朋友圈 我父母家人都在里面 看到你不得批好看点 他发九张照片 八张都是他自己 就一张就是我 还露半大脸 然后我说 他说完随便 我就出去给他买饭去了 跑老大员给他买了饭 买回来 你先难吃 撤两口 直接筷子一扔不吃 那明明就是很难吃啊 里面大部分都是葱姜蒜 哪有葱姜蒜啊 不吃就不吃 你自己吃不就行了吧 我不是关心他吗 但是他不乐意啊 跟我吵架啊 他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说 啥 这都无所谓 第二天我们去沙漠了 去沙漠到沙漠 让我给他拍照片 然后拍了俩三小时 给他拍了好几百张照片 然后他不满意 你听我说 主持人他把我 我长一米七 他把我从一米七 拍到一米五 然后那个脸鞋把子脸 击败一张照片 一张都挑不出来 然后我说拍得难看 然后他说 我说啥 他说 他说让我去找别人 拍得好看的 我说就是把最真实的你 还原给你 还原到手机上 我真实就一米五 然后那脸长 要不就长 要不就可扁 不是 我又不是专业的摄影师 你让我给你拍成啥样了 是 但是你拍了几百张 一张都挑不出来 然后你还那样说 我还让我去找一个 别人拍得好看的 那你去找了吧 那我当时生气了 他当时生气了 把手机丢到沙子里 直接往那里丢 然后自己扭头走了 我们奔团去的 走完之后 我也找不着他 他手机在我这 我剪了俩手机 然后都在我身上带着 然后我就找他找不着 然后跟我们那个导游走散 然后晚上到很晚的时候 拼别人大巴车 才回到我们酒店 就因为他闹脾气了 沙漠呢就是多危险 荒芜人烟 没一个人 你找谁去 你跑丢了找谁去 谁让你和我吵架 拍照片拍不好就拍不好 为什么要和我吵架 刚开始我们两个谈恋爱的时候 他就是我一不开心 他又会哄我 他就知道我哪里不开心 现在他开始给我讲道理 讲道理我不听 他又随便敷衍我两句 然后又说两个人在一块 他让一步 他给我道歉了 然后就让我让步 我如果不让步 他就说我无力取闹 我给他台阶下 他不下 那就站上面 他不下来 大概就这个意思 听懂了 然后前段时间 我做手术 什么手术 蓝卫炎手术 我在学校上学 父母不在身边 然后他答应过我 然后说做手术 头一天晚上来陪我 然后直到我上手术台 下手术台 他都照顾我 照顾我几天 但是第二天 我被推上手术台的时候 我都没看着他人 他当时也没跟我说咋回事 后来第二天下午的时候 我才知道 他是给他妈过生日去 我之前给你打电话 打不通 因为我爸给我打电话 说明天你妈妈要生日 你在家陪陪他 给他买点生日礼物 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 他电话就打不通 我做手术啊 你给我打电话 你找谁去 但是你做完手术 第二天我陪我妈过完生日 第二天我很早就去了 我坐五六个小时的大巴 去找你 我被推上手术台的时候 你在哪儿 他又一直纠结 他上手术台了 我没有在他身边 暑假的时候 我俩一连 他回老家了 我也回老家了 然后过了大概三周 说要来找我 因为我在家 暑假的时候也有工作嘛 然后头一天晚上 我说公司临时有事 不行你把票改签一下 或者我让朋友去接你 咋着都行 就晚一个多小时 也耽误不了多少事 一个多小时 大夏天天那么热 你让我一个多小时 去哪儿等你 在那人生地不熟的 你让你朋友去接我 我又不认识你朋友 是不是 万一我不认识谁 把我拐跑了呢 哎 然后他不累就把票给退了 微信也拉开了 电话也不接了 不是你们俩 特逗啊 我就觉得像两个 没长大的孩子 闹关怀 他像孩子 我不像 你还不像孩子 我感觉我没啥 哎呀 行了我听明白 有男生觉得 女生反正各种刁难我 是不是这意思啊 对 女生其实话里话外 也是透着不高兴 觉得你追我的时候 你没这样 对不对 不是刚开始在一块的时候 他也不是这样 你看你看 就是这意思嘛 他就希望我 对不对 希望我把他当公主一样 来对待 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 你就是把我当公主一样 现在我觉得 我就像你的仆人一样 那不是 总有谁照顾谁的时候 就我们两个 开始谈恋爱的时候 就是我晚上怕黑 睡不着觉 他都是整夜整夜 陪我聊天 然后第二天会买好早饭 我们两个一块去吃早饭 然后就前几天 我们宿舍没有人了 我提前一天给他说 我们宿舍没有人了 然后明天该怎么办 我肯定可害怕 他说没事 我就在那陪你聊天 然后到了第二天 晚上十点 我给他打电话 他就没有理我 打了好几个都没有打通 后来终于接通了 我就问他 你在那干嘛呢 然后他就特别敷衍地跟我说 他说我在忙呢 你有啥事吗 没有事挂了 当时我之前是在忙工作 然后后来跟朋友玩会儿游戏 然后没看着他电话 手机在床上充电 可是在电话里边 你那边明明有打游戏的声音 还给人家说 哎呀 这边有敌人 然后睡就睡 怎么怎么样 对呀 跟哥们玩游戏 不都那样吗 那后来那天晚上 你怎么睡的呢 我就哭了大半夜 哭了 我可害怕 我本来就很害怕 然后呢 然后哭睡着了 哦 还是能睡着了 我以为一夜没睡的 今天来干嘛呀 我觉得他变得 总是能无理取闹 反正就有事没事 给你找点事 你觉得他不关心你了 对 我觉得他刚开始 就是我没有提过的要求 他能做到 现在我提了他都做不到 还嫌我无理取闹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啊 咋办 我希望他能改 你呢 我希望他变成刚开始 谈恋爱的时候 我一直 他现在老觉得我做了 老觉得我无理取闹 你觉得刚开始 谈恋爱的时候 那个是他 还是现在那个是他呀 都是我 我都没变过 他非说我变了 你让我感觉你变了 我没变呢 我哪变了 跟你不还是一样好 你喜欢他什么 我喜欢他 诚实善良 大方得体勇敢 诚实善良 哎呀你这谎话说的都 都都不打福搞的 就晚上都不敢一个人睡觉 女生他说 勇敢 不是 不是那个意思 行了行了行了不说了 那你喜欢他什么呀 我喜欢他刚开始对我的时候 就特别好 我的想法他都能理解 就是对你好 对 行 他有什么缺点 缺点脾气大 任性 能忍受不 快忍不了了 那就是忍不了吗 他有什么缺点 我觉得他理解不了我 他以前都能理解我 现在我觉得他变了 不喜欢我了 好吧 我们听听老师们的见解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男生是一个心思 特别细腻的男孩 追的时候使劲浑身解数 然后迷的女孩五迷三道 我觉得哎呦 对这一段时间 Ruben 这个是一个心思 也有什么心思 什么 这滴 这 第 确实 主 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你们的问题不是个个案 是很多心理之间都会产生的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方式就是死了心 死了什么心呢 在这个世界上会对你默默付出 不求回报 甚至不要面子伤自尊 都还要那么为你付出的人 只有父母 如果你能够想明白这件事 你心里大概就会平衡很多 今天女生在台上 无非是在说 我当初觉得你那么好 你现在变成这样 而男生的言下之意就是 凭什么老我付出啊 凭什么每次都是我妥协啊 凭什么呀 你会发现任何的情侣之间都会经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 对方哪哪都好 全是优点 一点缺点都没有 第二个阶段 就是对方的缺点越来越多 多到你已经忽视了 他是一个有优点的人 第三个阶段 就是看着对方 为了满足自己的要求 不断地委屈自己 改变自己的缺点 而你呢 逐渐开始有了一点心疼 但这个时候你依然很纠结 要不要接受这样一个人 第四个阶段 你发现自己也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 你发现对方在改变自己的过程当中 也包容了自己不少 所以差不多就得了 彼此在互相包容对方的缺点的过程当中 越爱越深 这是第四个阶段 但很少有人能够挺到第四个阶段 有些人只看到对方的缺点 已经全然忘了他的优点 所以他们在第二阶段就放弃了 还有一些人在第三个阶段 就是他也看见对方的努力和付出了 他们委屈自己 想改变自己的缺点 但是一个人的缺点 通常很难改变 所以他们在想 我要不要承受这种矛盾 所以我想告诉你们的是 爱情本身就是矛盾 欣赏对方的优点 是所有人的本能 但是能够包容对方的缺点 才是爱人的特质 即便换任何一个人 你一样要承受对方的缺点 而不可能完全是看得到对方的优点 所以呢 一个不要觉得不划算 一个不要觉得他已经不是当初的那个他 没有哪个男人会无条件的宠你一辈子 这不可能 而作为一个男人来说 你也要记住 自己许下的承诺 应该不打折扣的继续完成下去 祝你们幸福 我们分享心理学界的一位大家的哲言 这个非常有意思 他是这么说的 人生最幸福的事 是得到我喜欢的东西 是吧 得到了吧 幸福吧 后面人家说了第二句话 人生最不幸的事 就是得到了喜欢的那件东西 为什么 因为开始了解了 一旦了解 很多问题都抱你 就会难受 你们也误误这句话 能包容就往前走 不能包容就算了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年 希望在今后 我们可以相互学习 相互磨合 不管怎样 一起风风雨雨走过了 这么段一段时间了 然后我希望 对我的要求也不要太高 然后我也会尽力做到最好 然后我希望你也可以做着让步 我还是很期待 我们能一块走下去 我觉得我还是 刚开始谈爱的那个我 我并没有变得很多 变得很无理取闹 但是这段时间 我们也发生了很多事情 我在想 如果我们两个 实在是没有办法 包容理解对方 这段感情 怎么说呀 我倒愁了也好 请回吧 谢谢你们 来 请关门 来吧 看看这对年轻人的选择 请开门 就在一起 谁让我们成立 看过你的一次 我们必须